一般遊客乘船過來見到的第一個景點就是威尼斯的杜濟皇宮 當時威尼斯共和國的行政立法機關陷入在裡面 是當時的政治核心 很喜歡這個粉紅色外牆 低調得來 很有層次 它的專紋就像運河上的漣漪一樣 這座杜濟皇宮它用的是威尼斯哥德 哥德式建築之前說過 它很重視那種高聳入雲的質感 威尼斯是一個射弧 下面都是一些很能的軟土 如果太高的話 它就向下倒塌 所以它要設計到用很低的高度 營造到向上的效果 透過一系列空心的涼浪 令它的樓層從地基提升了 就可以在有限的高度之內 做到哥德那種輕巧 向上發展的感覺 梁郎那一系列石材的四葉草花紋 常見於哥德教堂的玫瑰窗之上 想不到道謝皇宮把它一字排開 造成欄杆 而有多有霸氣 從側邊看 更覺得它很有立體感 而最細緻的浮雕都集中在側門 就真的像教堂的窗花玻璃 穿過這道門 就來到皇宮的內縣了 來到島嶺王宮的康屋 即使外面是一個哥德式的建築 但裡面是一個很有文藝復興的內縣 由當年最經典的品質型設計 加上半圓和三角形的幾何元素 這個大里石花紋 是否像中東的地毯呢 其實是樓梯來的 這裡就是倒製皇宮的grand staircase 上面雕刻的線條是文藝復興的工藝 掌握人體美學 要粒的地方粒 要凸的地方凸 凸的地方凸 回頭可以看回聖馬可教堂的背面 有個對比 凸顯皇宮的純白外牆更高貴 事不宜遲 看看室內的裝修是否漂亮 我們身後這個就是威尼斯的立法會 這個立法會有很多人過 有二千多個人 最初是文選出來的 後來變成細閘 但最後又可以用錢買 如果只有一個人買議席的話 當然是有問題 但如果個個都可以買 那又很公平 因為威尼斯最重要的是航海貿易 因此它的政策一定要符合這個方向 因為最有錢的商人在議會裏面 能者居資 就令到這個議會制定的政策 能夠實清這個商業帝國的發展 在牆的旁邊這個就是這麼多代的 威尼斯總督他們的超長 威尼斯總督怎麼選出來的呢 就是在這間房間裡面的二千個人 透過抽籤選四十個 組成選舉委員會 就有投票權選總督了 但為什麼他們會想起抽籤這個方法呢 大家都解釋不到 威尼斯制度的另一個特色 就是計分投票制 他們表決的時候 並不是好像現代那樣 每個候選人你只能選一個 而是所有候選人你都可以為他打分 負一 零 或者加一 最後看誰高分一點 那就不擔心選民要含雷投票 明知自己那個人贏不到 選擇過第二次選擇的 是一千年前 你的輪郭還在玩軍權神獸 威尼斯想到這個制度 真的很先進 而這個放在二千多人的房間裡面 也是放了全世界最大的遊畫 就是Dindorito的天堂 畫家的功力應該畫了超過一千個人像在上面 就是炫耀自己這個城市的藝術成就 每一個人他不是一個individual 而是翹著一層一個層次畫出來的 背景用一些比較淡色的天使 就好像你看遠野會覺得灰蒙蒙一樣 背光的效果就更加能夠顯得出景物的距離感 去到後期他們的議會因為慢慢擴大 行政上就很不方便 所以他們選出十個貴族出來 去做一個十人議會 某程度上可以有效率 但也加速了威尼斯城邦的腐敗 不過歷史是過去了的事 如今都是依套緊要 我們來到這間餐廳了 看進去後面 有很多人 真正的意大利餐廳跟香港的東西不一樣 香港的通常都是包還包 上面有一層芝士和芝士 而它是可以將它焊到融為一體 就是那個包和芝士結了一層金黃的表皮在上面 吃下去很香口很濃 而且香港主要是用番茄醬和芝士 在意大利還有一點液體的橄欖油 是它上面的新鮮橄欖油炸出來的 所以這個才是正宗的Pizza 意大利的蛋糕比較乾身和硬 不是那種很軟軟的感覺 有一點像Mrs.ville Cookie 但它是蛋糕來的 不是Cookie餅 大家可以看到的特別 我們現在搭船到威尼斯的外島 你可能會想到 那邊有這麼大的帽子 要怎樣避免呢 原來就是交通間一丟一丟的木樁 飄在整個河上 只要完全走就安全了 威尼斯有120個島嶼構成 每一座小島都有自己的性格 今天游覽這一座彩色島 以兩岸繽紛的彩色小屋聞名 好久不見 我叫你 1 2 1 2 3 3 4 4 在城馬河廣場乘船很容易中伏 因為它不像其他西站 只有1-14號線 全部都是城馬河有站 因此它分幾個碼頭 每個之間都要走80米左右 所以你要很小心看清楚 不要去錯碼頭 尤其是如果你說的尾班船的話 之後那天來到威尼斯的學院美術館 威尼斯第一代文藝復興大師Giovanni Bernini的作品 以前是沒有油畫的 他們根本還沒有發明紙張或畫布 原先就是教堂祭壇的盡頭 讓你看到這些聖人像 它會和你身處同一個空間 發明版畫之後 將所有人像濃縮成為聖母Pogiezo 被聖人圍繞的經典構圖 這個題材被人畫過很多次 所以方便你比較不同畫派的特色 例如佛羅倫斯畫派畫線條零射重手 和喜歡表現室內的3D空間 至於雍布尼亞畫派 就用飽和度很高的原色 而威尼斯畫派喜歡畫低炒 同時捕捉微妙的光線 像這棵牆 會看到混河的波浪反射在它表面 而他哥哥Giantili Bernini 擅長畫城市人頭湧湧的風景 從他畫作看回500年前的威尼斯 和今天一樣漂亮 另一位大師Titarito剛才到祭皇宮見過 他開啟了巴洛克的時期 畫布加了很多陰影 而且你看到他的肌肉的紋理畫得很誇張 由馬背上的肢體扭曲 到十字架的肌肉拉扯 構成躁動不安的感覺 這種強烈的情感和氣氛 就是巴洛克的柔畫的別秘元素 今集就和大家看著這麼多 下一集再和大家說說 What is其他漂亮的地方 我是Frederick 拜拜 三星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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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